收市這刻跌了265點,收補18,225點 國企指數跌231點,收補9725點 成交額只有511億 跟大家跟進主要藍籌股收市表現 匯控跌了5毫子,做58.75 中移動升了5毫子,做76.35 中國銀行2.5,跌了6千 而工商銀行4.3,跌了1毫子 而建行跌了5千,做5.35 鋼加索跌了2.2,做120 新地94.4,跌了1.8 長縮85.75,跌了2.3 而中銀香港16.5,跌了1.6 而中國銀行19.84,跌了3.6 看看另外幾隻 中海油跌了4.4,做14.38 中石化升了4千,做8.01 中國銀行3.6,跌了1毫子 中國海外11.98,跌了4毫子 而騰尚控股升了3.4,做153.6 請來新的嘉賓 就是來自耀才證券 研究部的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Rafi 你好 不如跟你說一下內銀和內房股 因為上星期五 看到中銀鑑發佈了第三季中國銀行業運行報告 其實就指出 要求內地的銀行業密切關注 房地產貸付風險的變化 因為看到無論銷量和樓價 在各大城市都有下降的趨勢出現 亦都要防範民間借貸方面 會不會向銀行體系蔓延 另外一個負面的消息 就是看到 中國銀行的39800 李嘉誠基金 是減持的 雖然基金還未正面回應 但聯家鎖方面的數據已經顯示出來了 那麼多負面的因素 看到整個板塊 跌勢也挺強的 一起看看 剛才看到農業銀行 銀行更加跌5% 收市是補3.2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看到 從農行和中上銀行 跌幅比較多 分別跌接近6%和4% 其餘民生銀行跌1.3% 招商和交通銀行跌超過2% 整個行業 負面的因素 都是來慢著整個板塊 怎麼看呢 對的確來說 整個內人板來說 不斷強調 其實之前沒有這些相關的 譬如 行業前景報告也好 或者減持息也好 其實都會自己本身 都不斷強調到內人來說 已經是稍微看淡 甚至當時都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買賣的時候 真的以短短短短 再會好些 至於現在來說 受著幾隻 即是四大國銀行 裡面有三大隻 都叫陸續續 被減持 之前例如公刊 建議行 甚至今日最新的中國銀行 亦都是 記者不斷的減持之下 都好免見到他們 相對 除了本身持有者 有這樣的需要的減持之外 亦都好免見到他們 其實略略都叫做 變相對前景 即是內人來說 前景 是看淡水水 審慎一點的 所以這實來說 是在這些位置 都要做方法的減持 而另一邊商來說 始終都會看回行業報告來說 亦都會見到 未來前景上 依然都不是太樂觀 甚至很多的 政策上 依然近期都叫群中住內人 你說上個禮拜尾叫停一些 譬如短期的一些理財產品 這些全部 都是對樂人來說 都稍為之不利 所以我覺得 整體上面 雖然見到近期 整個樂人版都叫跌了不熟下來了 但我會覺得 接下來 都未是一個時候 適宜做薄反彈撈底 因為始終而言 官方比方面 特別以健康來說 都是不斷地增大 即是意味著 未來後市 都依然稍為 看得淡一點 好吧 順帶一提 就是內房股 跌勢都比較強 一起看看 看見中國海外跌3% 華遠自地跌4.5% 逼櫃原價格跌5.3% 世貿房地產跌超過3%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見到 雅居樂和合景泰富跌超過5% 遠洋地產跌3.5% 月秀地產跌0.9% 恆大地產就沒有起跌 做2.97 不跟你說內房 我想跟你說 另一隻股份跌得比較多的 就是鮑浩斯 483 之前上星期五公佈了一個刑警 中期盈利會大幅下降 成本增加 內地方面的貢獻 亦都是大跌 見到股價 一開始都跌成20% 收市都跌成25% 報2.18元 日中的單位還見過2.12元 怎麼看呢 一跌跌成20%多 你說今天來說跌20% 最主要受到刑警方面拖累 暫時來為止 雖然已經跌了那麼多 但還是不建議大家 現在去撥入市 做反彈的一個操作 因為除了刑警這一下 比較跌得急之外 網上當然也看回實質的前景上 不斷強調的就是 這次刑警受惠拖累的話 正正在內地方面的熱毛 和成本方面的壓力 如果內地方面來看的話 始終鮑浩斯 都叫主打 價格來說比較中高上 但某程度上 所打的客戶層 是比較年輕 但某程度上 相對現在看到 正正有些矛盾了 究竟年輕的客戶群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買這些衣服 甚至乎隨著內地經濟的下滑的時候 還有沒有那麼高消負力 去買這些那麼高端的衣服 某程度上 這些都是隱憂 所以大家來說 的確對前景上 都未知太過樂觀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今天叫營營下來的時候 都不建議大家 現在去撥花反彈住 好 那靜單的時間 想和你詳細說一下 就是恆子的表現 看到其實恆子 今天就低開接近四百點 收市也跌成二百六十五點 上星期我記得和你 曾經談過港股 在保力交通道的中族 偏低的情況下 在運行 今天已經失守了 現在恆子 的確上星期都說到 即恆子方面 穿了保力交通道中族之後 其實都相對走勢得到 最一步的轉弱 甚至當時都說到 如果看什麼位置 做方向初步的目標的時候 其實幾個指標上 都當時看到大約18點左右的水位 其實今早早來說 亦都去捱這些水位 但是去到這位置之後 初步都看到少許的反彈 的確來說這些 是一個結束指標上的反彈 但是你說 至於是否真實實情 叫做跌勾 或者叫做轉勢 到這位置 都不能夠只憑今天收市 叫做現在收縮判斷 因為始終來說 看回實質因素 都是看歐債問題為主 甚至美國方面 今早提過的 未來的23號 上赤方案的一個因素 亦都會載入整個大市 所以我記得馬上跟進 就算你說這幾十個市 今天要稍微 收回形態上收十字星也好 或明天回來 都叫做收回陽足也好 但只不過會覺得 是叫做短期內的反彈 但中長線 看 當大陸這一陣 應該又會 是會少許的 互落花 所以暫時看回 我都會覺得 對整個大市來講 如果你說短期內的反彈 如果你說短期內明顯的反彈 其實今早講過 剛才講過 晚八點 少許支持 如果真的反彈到什麼位置 我覺得有條件 可能會試一試 大概一萬八千六 這些價位 但去到這位置之後 應該未必這麼快站穩 又會再下來 好 謝謝Rafi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申報一下 剛剛講過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今天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 同樣時間 9點15分 繼續我們要財 財電台直播的節目 明天9點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